带巨资镜组却惨遭拒绝 离开黄小明的养颖 卡位肉眼可见的下降 当年无尽的《战狼2》在上映后爆火 娱乐圈中就有不少明星 争抢着想要巴结他 并且在《战狼3》传出丑派消息后 青年导演周果刚便透露 无尽的手机快要被全内人打爆 流量明星纷纷想接战狼给自己镀金 而在一众流量艺人中 baby是最惨的一个 因为他主动向无尽抛出橄榄枝 并愿意代资禁组 却仍然遭到拒绝 这与周果刚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能让无尽如此绝情地拒绝 baby的资源确实下滑得厉害 baby风头最盛的时候 杨幂都要里让三分 为此杨幂还被人说 谁红跟谁玩 这句话被大规模传开 就是他和杨颖关系最好的那段时间 那时候baby产后付出 手握三舍代言 就连参加综艺都能穿着迪奥高级 定制礼服 而那时的杨幂虽说手握多部暴剧 但是背后却没有资本和人脉 所以那段时间杨幂疯狂向杨颖示好 而如今刚离婚的baby 资源就大不如从前 回顾baby早期合作的艺人 是梁朝伟 刘德华等实力拍演员 再看如今合作的艺人 石赖冠林 王安宇这类流量小声 资源降了不止一个等级 这也正能理解 为什么baby会硬着头皮 都要参演战狼三了 两年前baby上演了一幕现实版的三十而已 成为富婆的定餐小妹 沦为合照中的相编配角 2020年有网友爆出baby与八位女子的合照 而作为娱乐圈一线女明星的baby 却成了照片中的相编人物 并且baby在经受采访时 她就曾表示过 自己在上海有一群朋友 平时除了六娃就是约饭 而每次朋友一起聚会时 自己就会负责所有人的定餐工作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朋友才能让实质不沾阳春水的baby 心甘情愿成为定餐担当 自觉充当相编配角呢 答案是上海顶级名媛团 照片中坐在前排最右边那位 是温州日清集团的千金王一珠 而他旁边那位也是一位富二代 站在baby旁边的那位是红蜻蜓血液的儿媳妇 所以说这里面的人非富其贵 不是名媛千金就是顶级阔态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baby会主动承担起边缘人的角色 只不过baby愿意当配角 他的粉丝却不乐意 甚至连连为政主抱不平 事情一度闹道上热搜 眼看舆论愈演愈烈 baby火速站出来发声 力章姐妹感情大过C位 那么卑微示好的baby真的成功打入明媛圈了吗 在baby和姐妹们组团去三亚旅游的时候 晒出的合影里却没有baby的身影 据传是被裁掉了 这也证明了圈子不同 影集进去也是没用 作为演员没有过影的演技和实力 在资本面前只能靠边站 黄小明真的喜欢baby吗 黄小明和baby热恋的时候 大家都说baby被他宠成了小公主 却没想到两人最后却以离婚收场 当网友再次翻出两人结婚视频时 才发现一切都很滑稽 黄小明给baby的士气婚礼 其实大部分都是由赞助商赞助的 包括他的结婚事业也让人直呼受不了 而黄小明通过和baby的这场婚礼 成功立住了爱妻的人设 但黄小明正如他所表现的那样 喜欢阳影吗 早期黄小明对baby什么态度 恋爱期间黄小明不仅多次对baby大呼小叫 还在baby遭到黄爸爸家训后 夫妻走人 就离2014年黄小明高调送给baby的跑车 也被扒出是三手车 并且男友过生日 baby还得找来嫩磨小姐妹 为教主唱歌跳舞 自己也上演制服诱惑 按照正常逻辑 没人会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在灯红酒绿的夜店穿上制服 很明显当时的黄小明 没有把baby放在心上 并且黄小明还多次在公开场合 说他喜欢某威 为了帮他圆场 baby跟着说某威是他的女神 2015年黄小明 被狗仔拍到去夜店 一时之间网上骂声一片 为了帮黄小明解围 baby转发黄小明微博说 我是夜店 baby这话 直到今天还被人拿来嘲笑 但是如果说baby可怜吗 能有今天这番成就 有一半的功劳来源于黄小明 所以与其说黄小明不爱baby 不如说两人是商业合作伙伴 互相利用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不如我同时egan 咱们给你 一下